欢迎收看 你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主龄 我是郭敬诚 来 我们今天在这边 跟大家推荐一本好书 真的 爱的礼物 单亲妈妈的心灵十三堂课 是 这里面汇集了有几位妈妈 她们的心灵成长的过程 其实单亲妈妈 好辛苦 坚强的女人最美的 来 来 来 我们来欢迎我们命理老师 好 来 首先欢迎我们风水大师 陈冠宇老师 老师好 来 接下来欢迎周应君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黄总老师 老师还好 好 来 我们欢迎三位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欢迎陈品珍 品珍好 来 接下来欢迎陈彩凤 凤凤姐好 来 接下来欢迎琪妈 琪妈 你说当初嫁给琪琪她爸的时候 你对她了解并不深 因为我姐姐嫁给 都是公司的董事长 是 然后我姐妈妈就说没关系啦 人狗意 狗意 看起来乖乖啊 这样就好了啦 钱 没有钱也没有关系 我妈妈就这样 因为我姐姐嫁得非常有钱 那我们就在他们家公司 可是我觉得越国益的 好像变最笨的 第一 我就叫姐姐让她去做生意 结果第一次去海外嘛 做木材生意 因为你姐姐会做生意 就教她自己创业 对 然后她第一次就翻船了啊 怎么讲 因为她太勾引了 然后出去人家就说 后来就买回来的船 的原木啊 都要做记号才可以运输回来 她都没有去做记号 我啊 出去就是 吃喝玩的 我是听后来人家这样跟我讲 可是我也觉得是真的 那时候就 撩了很多钱 把我一间 嫁妆的别墅也卖了 然后我是在父母的见证下离婚的 我妈 我爸爸妈妈 吉娅 你的嫁妆是一栋别墅哦 对 哪里的地方 我有在高雄本管路跟城七路 我在那边别墅区啊 所以吉娅你本身 你们娘 你算千金大小姐 我都没有吃过苦啊 笨笨的 你们娘家 就是状况还蛮好的嘛 所以你刚开始嫁进去的时候 一嫁 你们认识多久结的婚 好像还不到一年 哇 所以一结婚进去 就发现日子不好过了 不好过第二天就后悔了 因为第二天五点就要起来煮饭 亲娘子啊 还没有回门就要煮饭了哦 我说干嘛那么早 我说不是啊 我们家就是这样子 就是煮饭 一煮 一家子吗 一家子还有两个小叔 公公婆婆 有时候姑姑会回来 每天都好累累 累得都瘫了 然后又背着起起 又大肚子也是要煮啊 就这样 然后她爸爸就是 有一阵子就是在国外嘛 好像我的印象中 我看到她都会怕 为什么 因为她觉得她很陌生 她一回来就会骂我 说那个啊 爸爸妈妈 讲我怎样怎样怎样 一回来就会骂我 骂到有一次我就是受不了了 我就拿我们家的窗帘了 绳子 我在坐月子 我在拿那个上吊 你正在坐月子 生第二胎的时候 我要拿那个上吊 后来就是大概搬出去 没有多久 我老公就出状况了 所以后来就说 你要求就不要再跟公婆住了 就是 我妈妈又买 我跟我妈妈说 我可能快要死了 我妈妈说 那你就搬出来吧 那就是 就搬出去嘛 那你说你要搬出来 那你公婆当时就愿意放你走 她不愿意 她说因为 本来那个拓天四楼的房子 是我老公的名字 她说你们要搬出去 你们就要弃全了 然后后来她 我们就搬出去了 因为我想说我们自己有房子了 就给她们 你妈又给你买一栋 对 又给你买一栋 就是说让你给你老公 带着孩子搬出来 对对 让你减轻一点 要太好了 负担 所以原来 婆家的那栋四层楼房 是你老公的名字 就还她 所以她会继承 那公婆说你只要搬出去 就不能继承 就没有权利了 OK 好 反正这个娘家有嘛 对 我没有拿到他们家一毛钱 那结果咧 那搬出去没有多久 我老公就出状况了 他就 就是做生意不知道怎么料 然后回来跟我说 欠人家很多钱 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办 那时候带两个小孩 起起大概才五六岁嘛 那我儿子三岁 那怎么办呢 每天就哭啊 就是怎样怎样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叫爸爸妈妈 拿出来还 可是我爸爸妈妈说 人家木业公司是说 我老公在那边花天 就是没有把原物 如果说你今天做生意 你很用心去做料 赔掉的 赔掉无所谓 是 因为它是出门 它的原物是整支的 然后你要做我们家记号 才可以运回来 结果你运回来的原物 全部都没有做记号 都是空心的 那跟我们合伙人 那个合伙人听说也很火大 那就一下子就怎么办呢 就把我的别墅卖掉嘛 那妈妈又买一间在大峰路 我们又搬去大峰路 大峰路那小时候后来 看我老婆也是很可怜的 我们就离婚了 就是那边有离婚哦 有离婚可是我们还 为了孩子还是住在一起 你那时候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是外遇还是因为他欠债 欠债 欠债为什么要离婚 我就是说怕人家会来 贴哥 债务贴哥 对对对 哦 债务贴哥 那时候讲的是假离婚 我不知道是怎么叫什么假离婚 就是这个意思 对也不是那时候笨笨的 就是好吧那就离婚 是他提出来的还是你提出来的 他提出来是我父母也同意 哦 OK 那想说那时候我才29岁嘛 小孩子7岁一个5岁 那怎么办呢 我妈妈给我买房子 全部没贷款哦 我又去偷贷200万给他 哎呦 因为我想说如果他今天再给他一个机会 如果他有做生意做起来的话 对我儿女都好嘛 我又去偷贷200万给我爸 给他做生意 然后他一个月是寄给我两万养两个小孩 是 两万两万两万 那到有一天 到有一天他就不寄了 嗯 他为什么不寄吗 嗯 他就说叫我再跟他办结婚回来啦 那我说你都一天到晚在国外 我们感情也不好 为了孩子办回来你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那我不答应他就不寄了 嗯 然后就是他就没有机会那到孩子长越大又需要生活会嘛 要大学要什么的就是很累了 那后来想一想 琪琪他不负责 他负责儿子 哦 这么现实 不知道耶 重男轻女嘛 对啊 就是不负责 你看他床在这里 这个门正对着 那我就怎么办呢 就去工作找工作做嘛 那时候我很苦哦 我们离婚的时候 我先去找那个饭店的 我那时候长得真的漂亮耶 我去当柜檀 现在也不错啊 因为我觉得当柜檀 我是做一天修一天嘛 那我一天顾小孩一天请我大嫂看 一天顾小孩请我大嫂看 就这样过了几年 过了大概小孩子也是三四年过去了 然后就七岁慢慢整大慢慢长大 可是越长大生活越高 是 然后又不想靠 靠我爸爸一直 人家年纪大 一直跟人家拿起来 然后又去做很多副业 你还做过哪些副业 哦 兵役馆的 什么意思 冰藏业吗 还是冰仪馆 冰藏业 嗯哼 可是她是说 因为我们住附近 她说她会找一些零食的 嗯 她说你今天如果 她就装扮成家属嘛 穿他们的衣服 白衣服 就是 好吗 好 又白钱吗 对对对 好 后路 没有 好 替人家当你哦 这样哭 可是 哭的比较多钱 对 我是没有哭的 没有哭的五百 没有哭的 冲场面冲人数 对对对 就是家属 就冲家属这样 然后要穿 穿那个 对白衣服 就哭一下呢 哭出来 可是那时候 因为她太害笑了 没办法 没有 结果是我不哭 我不哭 对对对 但是我告诉你 哭的人家都阴照 哭的没有缺 哭的钱比较高 没有缺 好 做过这个 还做过 还卖过水 那水就有赚一点钱 那你老公从什么时候 开始外遇的 他 他应该是结婚不久 都是在国外了 他很少回家 他是固定的吗 外遇的对象 还是只是花 我后来 他 他有做起来的时候 他有邀请我去缅甸 我去看就看两个秘书 在他旁边跟前跟后 跟前跟后 缅甸女生 还是华人女生 缅甸 黑妈妈 黑色色的 那你的直觉就是这两个应该 对 后来旁边人说这两个都为他争风吃吐 哎呦 我真的想那你这样还要跟我结婚吗 我就 这个时候你们已经没有婚姻关系了 没有没有 那个民国79年就没有 那我去缅甸是85年的事了 可是话再说回来 这个外遇的老公他后来要求说 你们再把婚结回来 其实他还是很爱你的 我最不是爱我 那他要什么 那时候 那时候妈妈又给我买一个房子 在大山路 看中的是你们娘家的金山盈眶 这是很多女人一生中最大的痛 我们来问一下冠宇老师 如果说从风水来观察 有哪些不良风水容易造成老公的外遇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案例 老公容易外遇的不良风水 我们来举几案例 第一个我们再举例就是 纠缠旧情人的格局 如果你住了这种格局 就是会一直 这里面的外遇都是什么 纠缠又回 结完后又回去找老情人的那种格局 那怎么看你看 这个房子 这个三房 不只三房 这个是四房 有钱人才会有外遇 所以有钱人能力都大了 这机力就高 所以你看 哪边是问题 这个房子你看都很正常吗 这个房间客人都很喷着吗 OK 好不对了 要去注意了一点 这个大门进来 从房子看的时候 我们要从一个进门 进了大门进来以后 这个地方出来 这一半是一个客厅房间 这就是两户打通一间的 哦 这原来是一户的两户 对 两户打通一间的 你有没有看这边的时候 那主卧这边有房间 那这边的主卧在这里 是 对不对 所以进了家门之后到客厅 那如果要到卧室的时候会怎么样 还会回到大门口 是 所以这个就这样 我们把这个房子看了一个人就像 五环草 牛环出 牛吃的草进去还要吐出来 所以他从这边吃进去以后要吐到这里 要进来又要吐出来 到哪个地方都要进过大门 所以这个缓潮式 所以叫做纠缠旧情人 到每一个空间都必须要经过大门 这样的格局 所以住这种房子的时候 外宜都是一直在一直在去找老情人 是 所以跟老情人已经断了以后 以前不结婚 或是离完婚了 现在又去 已经在娶了 他又要去找旧人 就一直纠缠不清 每一次就是找旧情人的 这就是这种格局 所以一个房子的动线气场 它不对的时候就造就它的思绪 所以这个房子就说 因为它是一直在缓除这种状况 所以它每次 现在那枯得没去 新的没来不知道枯得好 所以枯得没去 哪知道新的没来不知道枯得好 所以那种状况一直在这种 每一个生活形态当中 一直在这缓除缓除 所以到最后 它一生当中永远离不开老情人 是 所以如果住到这个家 你就要特别要小心了 是 有时候很多人会问老师 那怎么改它吧 其实很容易就改掉 住这房子 我宁可把中间这个房子 进了这个门 这个中间房子我剪小一点 把这边封掉 封掉进来之后 从这个地方做一个玄关 从这个地方过来 这个房间缩小 这个就是通道 这里没有了 进了家门 走到客厅 通道之后不要见过大门 是 从旁边这样过来一个通道 就过了 或者这边就不要了 这边就当成其他的空间 那就化解掉了 这是一个 所以居家环境可以改的时候 你要把两户打成一间的时候 你要会懂得去改这个玄关的位置 不要让它进去又出来 进又出来 那到最外衣不要怪别人 是怪你自己居家环境 第二我们再来看了 这个格局 一样像这种格局当中 四四方位 一样四四方方的 但四四方方的时候 你也没去看到 它这个看起来都很好 你比一样 但是这个格局叫做什么 喜心厌旧的外遇格局 每天都要找新的就对了 变速在中 你看 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整个房子里面 整个出来 你要看大门在这里 是 刚才这个房子在中间 这个房子在侧边进来 是 进来之后 它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这边就不管它了 那你有直走在这个地方 是 这叫主卧室 主卧室在旁边 是不是小孩房间 所以小孩出生了 为了照顾小孩 不要开了门 开两道门再来照顾小孩 是 就直接把这个墙 打通了变一个门 所以从主卧 过了这个门 就到小孩的房间了 就可以照顾小孩了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老公从这里出来 照顾小孩 其实他是从这里 又跑跑出去 所以这种就一直在欢心 所以喜心厌旧的隔绩 其实这算房中 这叫房中 所以房中 所以房中 大部分都是喜心厌旧的 他比较不会去找老情人的状况 所以这时候 你气就这样跑掉了 各位 我们家房子就是两个门 所以你家应该就是 这个喜心厌旧的隔绩 一个从客 另一个从走道 我就跑掉了 对 所以就喜心厌旧的隔绩 因为如果你们家有这种状况 建议你绝对不可以 不要为了省了晚上 去帮小孩盖被子的时候 开两道盆有什么关系呢 一定要开这个门 把封掉就好了 是 封掉不要这么 出了开这个门 再开这个门 再进来盖被子就好了 所以当父母 有时候觉得说那么冷 不要再 直接就可以过来 贪一点点的那一分钟 其实他把你家庭都搞乱掉 不好 所以要特别注意 封掉就解决了 再来看第三个格局 这也是方正的格局 他门路不同地方 有没有看到 这个门路是从这边进来的 同样是方正的格局 有没有看到 这个门路是这边进来的 这个格局叫什么 善财多重的 多重外衣的格局 叫善财多重外衣的格局 所以就 直接住这个房子之后 他一定要把这个钱财 一直散掉 所以多重外衣 吃一个不够 要吃几个拿来倒就对了 那这种状况就有问题 你要怎么看 第一个家进来之后 进了家门 就可以 第一个可以入门 就可以建造 所以火气就大 家庭不和谐 入门建造 那再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到了客厅 也是建造 所以开放式厨房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 有时候年轻人 喜欢开放性的厨房 切记要注意 你一定要遮到 看不到照 如果你为了要 让他看得到照 你当你有外衣的时候 你水都来不及了 所以你一定要 可以开放式厨房 但不要建造就可以 那这个房子当中 他不是只有路门建造 然后这一个客厅建造 还会什么 他本身你看 这沙发摆下去的时候 沙发被子门 沙发我们常讲 沙发被门就是幻小的 那这个沙发上面 刚好又一直大梁 挑了梁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就是代表着 这一种是会散财 所以看到照 就散财 散财之后 那他有去建造家庭不和谐 这个不和谐 那个不和谐 搞了家庭都不和谐 到最后 所以说多重外遇的现象 所以多重外遇的现象就出来了 那这个多重外遇的现象 就是说 这个人都常不回来 怎么看 你可以就再反回看 到他在卧房 到卧房的时候 这个门的时候 你看他床在这里 这个门正对着 面穿上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门卡就向他的办公 门要出去嘛 所以每天就向外遇 都没回来 那这种就是多重外 今天可能张三家 明年李四家 后天才会回到你的家 所以这种 那最后有一些钱 坦坦地开地料理 所以不是说 你们老公做生意做料理 就是那些钱 可能就是散财散料理 为了外面找你朋友 结果到这些全部发完 卧房子 所以说卧房子全部卧完 就是因为成为这种格局 所以说 这个散财 都从外衣的格局中 见到了很多的凶煞 很多不好的煞气 自然就会产生 所以说居家环境当中 小小一个格局 就会造就我们家里面的 一切问题 所以很小心 要好好去把我们家里面的 格局当中 注意那小细节 新闻提到的是 她跟未婚妻出友 来 品真 品真很年轻 今年几岁 40 40岁 看不出来 所以你要嫁给你前夫的时候 绕过家庭革命 然后你也很年轻 跟老公差很多岁 对 我当初认识我前夫 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那时候就很喜欢 就离家出走了 你那时候几岁 不到20 不到20 就离家出走 后来就交往一阵子 那家人是很反对 很反对 觉得你太早 对 觉得太早 太年轻 然后因为前夫又大 太多岁 大多少岁 14岁 14岁 你不到20岁 那她姐姐就是30多岁 对 那时候大概三十四五吧 可是身为父母的一定会觉得 拜托我一个女儿都还没20岁 交什么男朋友 大好的人生正要开始 对啊 所以那时候为了自己喜欢 所以就离家出走了 那最后父母亲也是想说 你已经交往一年多 那男生也想娶 所以父母亲后来就接受了 接受了 那当然那就结婚啦 他也很爱你啊 反正你们也都已经 就是在一起一段时间了 是 结了婚没多久 我就发现他常常就是 一直外遇啊 就是常常经常性的不回家 可能下班应酬 就有第一摊 第二摊 第三摊 到天亮这样子 之前可能不知道他是外遇 一直觉得他可能出去就是花片酒地 可能不是谈感情的这一种 所以我就不以为意 是 可是到后来才发现 他跟自己公司的秘书 好 你怎么发现他是跟公司的秘书啊 没有我们同公司 你们同公司 你还在公司上班 对对对对 所以我都知道 哇那 那这一位秘书小姐也真的是 很过分耶 那老公呢 老公怎么表示这件事情 他跟我讲说 你看不下去你就不要上班 你回家带小孩 那公司他需要秘书 那你可以不要做 哇他当着同事的面这样子跟你说吗 对啊 哇你那时候几个小孩了 一个 一个 对 那你就回家了 当然那当下没有啊 但是可能过几天 他就叫我父母亲来把我带回去啊 这不是叫你留在家里带小孩 这叫你回娘家 因为我不肯走 对我想说这是我的上班的地方 为什么我要因为你 我这样要离开这个公司 我的工作岗位 我的妈呀 对啊 妈妈就把你带回去啊 是啊 秉书后来你跟前夫分居一段时间之后 你有主动提出离婚 但是他不签字 对他那时候就觉得 他想维持这个婚姻 所以他也不愿意签 那一方面他也说他还蛮爱我的 可是一方面他又 不断外遇 对对对 然后说有一天你 看到电视新闻 看到他发生车祸 新闻提到的是 他的 他跟未婚妻出游 这样子 发生重大车祸 对对 哇 对啊 你们还有婚姻关系在啊 还没离嘛 对不对 那个时候当然还没离 只是说分居 那他可能 他可能带其他女生出去 他就是 他谎称他单身啊 或者他谎称他已经是 没有婚姻关系了 所以可能对方女生就这样 相信他是单身这样 然后你也在媒体上面看到说 就是他 他提到旁边这是他的未婚妻 对 那你有去医院看他吗 有 我过去看他 你看他伤势严重 你有问他吗 说你的未婚妻或者是 还蛮严重的 因为他躺得快一个月 所以你没问他未婚妻这个事 我没有问耶 这就是事实啊 我那时候只是拜托他 他就因为这样子 对就赶紧签字了吧 不要再拖了 所以车祸之后 他就愿意签字了吗 对 他可能看开了 所以他就说 他如果车祸好 伤好的第一件事情 他就是愿意跟我去办离婚 是这样 没有他怕他车祸死掉 一场就变你了 很愿意 是吗 学聪明了 对真的 看别人就很聪明 先聊到这边 我们先请子龙老师 帮大家进行一个 恐怖又神准的心理测验 我们再测一下 我的幸福来了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呢 就是在世界甜点大赛中 得奖的超级美味棒棒糖 你希望这个棒棒糖上面 有什么样特别的装饰品 我们有四个选项 A的选项是蝴蝶结 B的选项是巧克力球 C的选项是棉花糖 第一的选项是可爱的娃娃 直觉来选 你希望这个棒棒糖上面 有什么装饰品很可爱的 好 品真 棉花糖 好 彩凤姐 蝴蝶姐 哎呦 我们很可爱 好 来 请吗 我要可爱娃娃 好 那我就巧克力球了 好 我也要巧克力球 是啊 我选棉花糖 哎呦 我选可爱娃娃 好 好 每个人都选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幸福来了吗 就是目前你对你自己幸福的状态 也是可以做一个准则 好 选择A选项呢 现场有彩凤 选到这个蝴蝶结的 你的幸福降临指数是 100分 也就是说 现在的你是觉得最幸福的 现在就是真爱降临享受幸福的时刻了 现在的状态对你来讲是非常幸福美满的 也是你人生当中现在最满意现状的时刻了 不管你身边是充满着爱情 还是亲情 还是友情 现在的这个享受情感的感觉 都是让你觉得最满足 最自在的 所以不管是身边有什么样的人存在 你都觉得现在这个时刻 是你可以享受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也可以享受自己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的自主权 这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而且你身边的真爱都一直围绕在你身边 你会觉得很充实 很满足 好足 好开心喔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选择B选项 巧克力球的 有陈老师跟周老师选到这个选项 好 你们的真爱降临指数是 90分 很高 他们是真爱已经在身边了 好好珍惜 所以身边就是家人 朋友 亲人 或者是说子孙都已经就是满堂了 你没有什么需要太在意的 而且这个时候真爱在身边是 大家都来照顾你 你已经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去担心身边的人成长的过程 遇到的人是不是贵人 还是有遇到小人 好像太多烦恼的问题 都已经不在你身边了 你只要就是很放宽心的 让身边的人来照顾你了 所以这个是真的还蛮能够享受 大家对你的包容跟对你的爱跟付出 好 好 来看一下选择C选项 棉花糖呢 现场有品真 还有精神卷选到这个选项 幸福降临的指数是 70分 好 那你们是要主动争取 就会有机会 有的时候呢 可能要主动一点 积极一点 而且呢 不要替自己找麻烦 他们选到这个选当的朋友们 有一个很特殊的特质就是 他们很容易在还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 就先开始担忧起来了 或者是说他们总是觉得那个好运跟自己有点无缘 然后所以呢 好像悲惨的事情都会落在我身上 辛苦的事情就会由我来担 所以呢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不敢拥有幸福 所以呢 有时候是要主动争取就是 我就是想要那个幸福 我就是想要那件事情 我就是想要去做那件事情 那当然这个幸福的机会就会降临在你身上了 千万不要推脱说不好意思让别人去享受那个幸福好了 你就要主动争取一下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一选项的有 琪妈 还有 笃琳哥 选到这个选项 可爱娃娃的 好 那你的幸福降临指数是 60分 这个是怎么样呢 就是要独守空归的爱来 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一直都 内心是很澎湃的 很想要拥有真爱的 但是就是一直没有遇到适合你的对象 或是遇到真爱的机会 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请亲朋好友们 一定要带你出去 你不能够再活在只是自己的世界当中 一定要出去走一走 交交新朋友 你的真爱很快就会降临了 你们不要这样啊 两个人都是空归 这样就要两间 不然你们当室友 对 干嘛啦 你不跟你按一支啦 我们空归有没有很低调 哪像你那么高调 对 你狡猾的你知道吗 不是 不是 人家被我外星骗了 其实我是很单纯的 来 接下来听听彩鳳的故事 说你结婚的时候 也二十二岁是相亲 然后你跟你前夫的一句话都没有讲过 对 就决定嫁了 对 哇 好游戏 当时很游戏 我的恋爱都没有谈过 对啊 所以你本身是来自云林 当然 我爸爸是那个乌龙的 是乌龙的 我从小我就知道说女孩子都了几岁了 我就一直要赚钱给我我爸爸妈妈这样子 我爸爸 因为我本来是饱受无奉公专 我没有去赌啊 然后就去我姑姑做路纲 一待就待七年 然后二十二岁的时候 我爸爸就一直找人要相亲这样子 我说相好多你知道吗 结果我爸爸就说 以我的个性就是很开朗 然后他说 你这谁做生理的 给你嫁做生理的 刚才我婆婆 她刚才透过亲戚关系 她跟我介绍 说她的胖 因为我婆婆很大杂 很大口 她的胖我就站在地里高了 急着找一个媳妇来顶替她的工作 夫家这边是在台中做米糕 对 然后他们就急着找一个顶替她的工作的人 然后就透过关系就介绍 是 我爸爸就从台北把我叫回来说 回来相亲 我说 啊 相亲 我说几岁要相亲 然后就回来就相亲 我说 不要 我不爱 我爸爸说 是 老奶 在我的感觉是很丑 很丑 你丑得这么丑 你怎么这么丑 我爸爸说 我爸爸说 不要跟你的侯 爱又是故意 对 故意 我老公真的很故意 我婆婆看了我 好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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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跟爸爸骗说 你要我们掛手机吗 不然我明天就要我们掛 这样 我爸爸就说 做一个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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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没有 后来给你掛手机了 我说 蛤 这么过来 对 我们那时代的人都这样 对 我们那时代的人都这样 然后就隔一天嘛 那我就没有回台北了 没有回山重了 然后隔一天就 后来掛手机了 一脚手机了 对 一脚手机了 那一脚手机了 那一脚手机了 那一脚手机就让我去拍摆把东西看回来 那只有嫁过去的生活情况 幸福啊 好 欸 怎么讲 欸 欸 不错啦 因为因为我 这个有啦 我比较好奇是 你们两个人的相处 相处喔 你跟这个先生的相处上面 因为你们都没有感情的基础 那两个人就像陌生人一样 从何开始啊 因为我先生很单纯 他也没有当兵 也没有读书 因为那个米糕店的关系 所以他必须跟他妈妈从 从13岁 他就开始跟他妈妈做米糕 他也是独子吗 没有 我大不是医生 我大姑是老师 他们全家都是大学毕业 只有我老公小学毕业 但是是接了家里的这个米糕生意 对 因为他接了接了家里的 所以他必须起一个 参与一个 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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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都会照顾我先生的 就每天都跟我先生从 三点 三点半起来煮米糕 然后我婆婆在那边偷偷 我婆婆在那边 他在米糕 我们在米糕是王帝 爹爹叫米糕 我婆婆就 我婆婆很文雅 我婆婆真的是一个好婆婆 他都会教我说 怎么天怎么应付客人 这样子 那一路走过来 我说我婆婆真的对我很好 然后他跟我讲 所以你们生了几个小孩 两个女儿 生了两个女儿 对 没有三个儿子 这中间已经过了多久 都很平顺的走到我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 我们的女儿去 因为那个时候 她的女儿已经去加拿大 她看我 我婆婆很大 三个十一路只有跟我住而已 然后她说 你三、四点要去找米糕 还要去 她的女儿 每个十一二点 都每个十二点 因为我婆婆都很大 她坐到二了 我坐到三楼 我现在起来 她都知道 楼上蹦蹦蹦蹦 都说 我睡得好,没有水不想要买米糕 真的,我们公公公母对我很好 走到我们儿子去外国 我的中心都没有了 我说我们老公 在一个股票 我以前米糕 我如果不走,我不是一個... 跟小孩去逛 不是,我不會走走 因為我坐在中間,我兩個女兒都坐在旁邊 我的中心就是米糕,公公婆婆 老公咧? 老公他就沒在插音,他就只有小孩 他怎麼跟你說這樣? 我覺得米糕不是一個紅蛋的故事很像你 沒有,我沒有說什麼就紅蛋 所以這個時候突然間重心左右兩個人 我的重心都沒了 人家說看我們紅不去,他說 那個時候帶有媽媽 我說,那個帶有媽媽 但是我是她媽媽 哪有考慮你媽媽 我說,不然人家說... 真的說那個我紅的 什麼人家說那個我紅的,對不對? 人家都看他沒去 我說,跟我們女兒講 北臉可以喬不起你爸爸 你絕對不能給我喬不起你爸爸 因為你沒有挑選父母的潛力 他怎麼不好,怎麼弄 也是你的老伯 所以我女兒也蠻爭氣的 考上女兒說我們都不妥 我們就轉去加拿大了 轉去加拿大,有啦 後來我看到我的身體很好人 我婆婆早上去刮,房子也要買 對,我就叫我女兒 好厲害喔 婆婆有把家裡的鑰匙都交給你了 都已經交給你了 對 我就很愛女兒 差不多快要五十歲的時候 因為我婆婆腳開刀 她本來跟我拖一拖 要八樓腿 她就腳開刀 沒有辦法八樓腿 她就說去後面買一間公務 買一間公務的時候 因為我顧不到 她就請徽雄 請徽雄,請一年的 一年的 因為我婆婆說 是我扶持關係 她就比較潔癖 換了五六個她都不行 她就說 剛才有一個從新加坡顧什麼